那另外因为我们的Cindy在现场 在跟你请教一题哦 有个听众朋友们给我们留言 她讲说入籍的英文测试 她已经pass了 回家等待消息哦 那现在呢 又居然收到另外一个通知说 你要再回来哦 那她想问说怎么回事呢 我不是已经通过考试了吗 现在再回去 是因为我之前考的地方有瑕疵吗 还是说她又发现更多的问题 想要再问我呢 那我需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呢 已经通过再回去 这正常吗 格兰丽去世无水Cindy 杨经理可不可以麻烦帮我们解答一下 好的 这种情形呢不太常见 如果说真的是你上次去 所有的部分都考过 她给你这样子写得很清楚 有pass的这个pass 然后可能会写说 这个decision还不能make 就是这样写的 那么让你回去呢 有两个可能性 有个可能性呢 就是说可能面谈的时候啊 有些地方该你签字的 可能这个当时疏忽了 忘记签了 因为少了这个签字 可能就不能做后边的程序 让你宣示 所以可能没什么事情 你就回去补个签字啊 什么的 还有一个可能性呢 就可能会比较严重 就是说可能呢 在你面谈以后 这个移民官再次审核你的档案 或者说他把你的档案交到他的上司 在去重审的时候 在你的档案里发现了问题 而且是很严重的问题 比如说您在您的原居国 就原来出生的地方 或者任何世界任何国家 包括美国 比如说你被发现了 有这个严重的犯罪记录 或者是属于就是说再逃的 就是有冲击令什么再逃的 类似这种 就是很严重的事情的话 那这个事情早知道说 你应该是要马上会要被逮捕的 那就有可能 移民局以这个面谈为一个名义 民头说你来面谈 对他是事先安排好 这个比如说移民警 太可怕了 来当场逮捕 这个情形呢 有但是发生的几率呢 不是特别高 所以我们呢 也不要担心 万一收到这个通知以后 您先自己检查一下 你到底有没有什么事情 如果你什么事情都没有的话 那可能真的就 只是去补个签名啊什么的 或者说有一些问题 移民官觉得没有问清楚 想要跟你再次的 还要当面问清楚 因为如果是普通的情形 有问题 大部分时候 就是书面的叫你补材料 说有什么什么什么问题 你在多长时间之内 把这个相关的材料 你都补过来啊什么的 不会让你再去面谈的 所以要再去面谈 要不然就是说 这个事情小得了不得 是移民官的舒服 你忘记什么签字了 是是是 要不然就可能 这个事情非常大 所以就先自己检查一下 如果你没有问题 就不用担心 就可能真的是签个字 事情可大可小 再次感谢我们格兰律师书所的CINDY 洋经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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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